以前有这样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就是在这个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 小学要学初中 初中学高中 这就好比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球场上看球 结果有人进球了 其实你坐这都能看着 结果第一排的人站起来看 第二排一看可以挡住 他也站起来 结果全得站起来 其实大伙都不站起来就都能看得着 所以最关键我们得首先制止住 第一个站起来的那个人 就不让他把这个局面搅乱了 谁是第一个站起来呢 恐怕就和我们现在的英式教育 这种压力有关 他先扒高这种要求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幼儿园生小学 应该严格限制重点小学 重点小学和其他普通学校 教育资源要均衡开 结果这种情况必须得到遏制 要均衡教育资源 然后孩子严格实行就进入学 不要搞什么强化班 因为有的地方 你虽然说孩子就进入学了 到了学校里头 又分成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前功尽弃 我倒认为应该先抓一下 小学里边这种现象 你把这个线上清理了之后 那不就等于解决了 幼儿园教育的人命之急吗 他没有来自上头的压力 他自然愿意轻轻松松的 沿着小班中班大班这个顺序 正常的教幼儿园孩子 应该学这种 所以根的问题在于什么 首先得解决小学的问题 就像你说小一生 科业压力太大 你得解决小生初的问题 你看初中那边怎么着 说初中生压力大 你得解决中考问题 说高考的压力大 你得解决高等教育 招生的一些问题 你单看着幼儿园 让他不教这个不教那个 回头人家 幼儿园升小学过程 小学还是要 说我要先学这课程 我愿意要 那家长就不在你幼儿园学 人家不能到学前班学吗 人家不能到社会的 办学力量那学吗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必须要治标治本 要抓到根上 根就在于 各级学校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这种应识教育之下的考核 有明面的考核 也有潜在的考核 当然我这么说 不是说有的家长有意见 他说那我孩子 你看一般孩子 十以内加渐法 我这孩子 就是聪明 就是神童 说我孩子有这天分 为什么不能在幼儿园学呢 咱们不是禁止这个 幼儿园里有小班 中班 大班 严格说小班 中班 就是我说那种 以游戏为主的 感知世界 感知规则 大班呢 马上要上小学了 幼儿园也应该有这样教育 就是学零钱 为这个上小学做准备 你怎么样 做合格的小医生啊 像我刚才说 那种规则意识啊 那种自我服务意识啊 那种这个社交能力啊 那种谦让啊 道德这些东西 应该有这样的教育 包括提前给孩子 学学拼音汉字啊 学点英语口语啊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认为这个都可以允许 关键是在于 不能把这个 作为考核孩子的指标 你幼儿园里就考试 就给孩子布置作业 回家还得复习干嘛 读处家长 看着 然后两边考核 如果孩子弄不好 就批评他 就你把这个 作为一种考核项目 给孩子带来压力 这就不对 就是这个我教给你 你愿意学 你有着接受能力 你就学 你不愿意学 你接受能力不行 那你就可以不学 给孩子一个 活泼自由的天地 让他自由自在的 组装成长 这是幼儿园应有之意 不是说绝对不能学 而是不能把它当作 英式教育一样的 考核内容 把这种压力 从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一下子传导到幼儿园 那都是祖国的花朵 你这么压呀 早晚把它压完了 所以说你别小瞧 幼儿园教什么 小学一年级 希望要什么样的学生 就这点事 有可能决定 一个民族 乃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这可不是小事